黑暴分子鑫牢既窮 再次演網上的一段片面影片 就企圖說運送警員的小巴 正高速直衝向人群 是想直接撤死示威者 以此大肆抹黑警方 事緣星期一晚 暴徒在油尖旺向警方防線狂釘汽油彈 由麻地尼敦道火光紅紅 警方於是以三兩的小巴 接載速龍小隊到現場 捉拿核心暴徒 從風傳的影片所見 片段拍片者繪形繪聲般大叫 嘩!嘩!嘩! 嘩!不是這樣撞到你了 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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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令人很容易產生錯覺 相信是警方小巴撞向示威者 但是只要我們回顧當日現場的另一段影片 就可以看到 當時大量示威者 其實是往太子方向逃跑 小巴只是順著他們方向前行 以不停響號的方式 作警告和驅散 期間小巴不停亮起煞車燈 代表司機一直控制車輛適時減速 而所謂撞到的物件 只是路上的雜物和雨傘而移 並沒有撞向任何人 其實在幾秒之後 三輛小巴也都直接停下 車上的警員就下車續飲 正如警察在記者會所說 警方的小巴在油麻地衝向人群的方向 是行動的策略 當時暴徒不停地扔汽油彈在地面 形成了一條火線 如果警察不以車輛去突圍 市民又怎能像影片最後一樣 成功下車 很快地捉難中火的暴徒呢? 撐黑暴人士請不要再顛倒是非 企圖將黑暴的所作所為 一次又一次洗白 將責任推卸到維持治安的警員身上 行動快速 不明顯是不安全 我們的警員們 他們全都會變成了 在這些情況下 我會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情況 我們正面對一群 暴徒和暴徒和暴徒 暴徒